近百位长辈开心的聚在饭店宴会厅 享用民促们特别准备的特色菜肴 这是由全台社福机构教会交流协会和基金会等公益团体 与花莲县政府一同举办的爱无限公益餐会 特别在这个耶旦节来临的气息 而且不但能够有美食而且有丰富的奖品 一连无常要邀请花莲社福长者大约200人共同参加 花莲县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莲有7个乡镇 65岁长者比例已经超过20% 是全台最早面临高龄社会的县市 为了避免照顾缺口 强化公所卫生所社区诊所和长照据点 形成照护网络照顾当地长者 这一次和社福团体合作 以耶旦氛围为为主题 希望长辈们能够一起开心过节 TVC用高志宏花莲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